大家好 歡迎來到這個BanBanChannel 今天為大家講解的就是這個題目 事不宜遲 先看看題目 它說叫我們simplify the foreign expression 就是這個 就是U的二次再乘V整個東西的四次方 好 事不宜遲 拿單字出來再說 由於時間關於副機率先進 我就是整個題目出來了 大家不用站著站著 真心可以看著做 省點時間 非常方便 不要急 慢慢來 先解決題目 現在它問我們的就是U的二次 再乘V整個東西的四次方 老老實實 這東西會等於什麼呢 根據law of index 拿支綠色筆 好嗎?當選操吧 我會將湖湖外面的四次方 兩個箭嘴貼進去 我不挑報 直接寫足給你看 第一個箭嘴貼進去整個U二次 所以我給你一個括弧 就是U二次的四次方 再乘後面就是這個 或者我下乘給你看 讓你看得舒服一點 第二個箭嘴就是出V的四次 老老實實 這裡很面線 根據law of index 括弧外面的指數四次方 就會貼進去二次 所以簡單來說 這裡轉支筆線 藍筆 所以這裡會出U的多少次方 就是U的 好 裡面就是貼進去二次方 就是二乘四 所以二次方就是出八 所以就是U的八次 再乘乘乘乘五四 就是V的四次 照抄而已 整件事搞定 好 那就查查 看看大家今天有沒有什麼特別問題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今天到這裡 多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希望下次有完的話 我們再見啦 拜拜